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音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18 Paper 2 第35條 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If the sum of the first n terms of a sequence is 他就問你 which of the foreign is 或是 are true 以下有三個選擇 待會再逐一擊破 拿單看子出來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也很先進 按個按鈕 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揭來揭去 首先他問你 首當其衝 第一個問你 22 is a term of the sequence 22是否其中一粒 我就在想 什麼叫做 first n terms of the sequence 就是 6n 二次減 n 很明顯這句說話 其實就是在說什麼呢 我會覺得 即是 我拿一支紅筆 即是這句說話 我拿一支橙色銀光筆 這句說話 中文就是這個 即是形容暗示 橙色那句 即是形容暗示 橙色那句 即是形容暗示 橙色那句說話 即是形容暗示 橙色那句說話 你會有這樣的關係 這樣我覺得 我覺得 行嗎 行嗎 而事實上 也不是覺得 明顯是 所以第一個 term 究竟正確 正確 正確 不如我們在這裏做吧 首先他問你 其中一粒是否22 我就當第n粒 tn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你就等於把頭n粒加起來 就是 sn 再減回頭的n-1粒 加起來 兩隻雙減就剩下的n粒 就是把 sn 再減 sn-1 可以嗎 所以 例如 例如 sn 的n有10 s 10 再減這個s 10-1 即是9 即是頭10粒加起來 再減頭9粒加起來 只剩下第10粒 t10 所以tn 一樣道理 即是換句話來說 甚麼叫做 甚麼叫做 sn sn 根據上面紅色那條色 就是6n 2次 再減N 然後後面這個 甚麼叫做sn-1 就等於6 然後n2次 n變成n-1的2次 再減N n即是n-1 再減回頭 我怕為甚麼不夠位 所以不如我也算 我推過一點點 向左邊發展 所以即是換句話來說 最後自己弄一弦 拿著綠色筆 我便會在這裡拆括弧 對嗎 在這裡拆括弧 所以換句話來說 即是前面就是 6n2次 再減N 這個減 在這裡 我便會拆括弧 的情況下 裏面這塊是甚麼呢 n-1 整塊的2次 根據identity 行等式 這個就是a-b的2次 等於a-b的2次 再減2n 再加1 即是我的chapter 3 可以嗎 接著再兩個箭咀 六四箭咀放 就減N 再加1 就是這個 而事實上 三個箭咀再放 拆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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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 即是換句話來說 這裡就是6n2次減N 再減 裏面是甚麼呢 第一個箭咀出6n2次 第二個箭咀 62112 就是負12n 再減後面的 減N 即是減13n 接著 第三個箭咀 這裏就會出 6乘1就是6 再加後面的1 就是加1 就是7 所以就是加7 而事實上 最後終極答案 弄好它 即是怎樣 又是三個箭咀 再拆括弧 拆到煩 拆到煩 大也要小心點 所以換句話來說 最後都不同你 那麼多口水 就是12n 再減7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即是第n粒 就是12n 再減7 而事實上 我也想知道 究竟 其中一粒 是不是22 那你就設定 它 我現在試試 Tn 我先設定 22 先 我當有一粒 真是第n粒 就是22 它叫做 看看是否 那什麼叫Tn 這裏都說過 就是12n 再減7 所以這裏 就是12n 再減7 就會是等於 22 嘩噓 22 將減7 調去變加7 即是12n 就等於29 而事實上 N等於什麼 N就等於 將乘12 調去變成12 就是29 over 12 這個都不是一個整數 29 over 12是爛數 它不是整數 就是什麼意思 T1 就叫第一粒 T2 叫第二粒 N是3 T3 就是第三粒 現在Tn N是怎樣 29 除12 它是爛數 2.416 2.4幾 或者叫做 第2.4幾粒 哪有這樣的東西 N是整數 所以 換言之 你回給人 which is not an integer 即是告訴別人 這個不是整數 中文就叫做 者不是整數 所以 你就回回人 回回人什麼 22 22 根本上 is not a terms 嘩 好噁心 就是 of the sequence 整件事就搞定了 這個就是第一派的答案 我解開它在螢光幕的右手邊繼續做 好嗎 我試圖在這裏解開它 好 在這邊繼續做下去 好 好 來的 如無意外 第二個 即是第一個錯 我也忘記了 麻煩了 第一個錯 第二個 我們在這裏做 第二個option 它說什麼 就是 第一個 term the first term of the sequence is 5 是不是 第一個 term 那就是 t 什麼 t 1 t1 即是等於什麼 如果根據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東西 就是12n-7 不過 說真的 你可以不用這個 因為這裏炒粉 連這個都炒粉 其實t1就是s1 你想真一點 即是第一粒 把第一粒加起來 就是叫做s1 就是叫做s1 而s1就是什麼 就是6 6乘1的二次 再減1 其實我會選擇用s1 因為不會影響到你的答案 所以 1的二次即是1 6乘1就是6 6 再減1就是5 5 所以其實 它正確 整件事正確 換言之 第二個option 正確 問題來了 第三個 嘩 很噁 先插了它 好 第三個 正確 試試看 看看它是什麼 這個 sequence 它說是一個叫gs geometric sequence 等比素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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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說 它本身 怎樣叫它做等比素裂 它們有一個公比 有一個公比 有一個公比 我們就隨便列三個出來 看看它的公比 是什麼 首先 我會知道 TN 告訴大家 TN TN Sorry TN 就會等於什麼 剛剛在這裡計算 就是12N-7 所以我會知道 T1 是什麼 T1 就是等於 12 乘1 再減7 在這裡 換言之 12乘1 就是12 再減7 所以其實 這是 5 至於 T2 嘩 好噁 T2 就會是12乘N N就是2 再減7 在這裡 換言之 它是17 至於 T3 又看看 它是什麼 頭三顆 就會是12乘N N就是3 再減7 換言之 這個就是29 按機都按到 而事實上 究竟它們有沒有一個 有一個common Razor 試試它 我會看 由於 現在我試試的 就是 將T2 尾除頭尾除頭 即是T2除T1 會等於什麼 都很明顯 就是將17 除回5 就是17 over5 好噁 我亦都看到什麼 就是尾除頭尾除頭 所以其實就是T3 這裡就是T3 就是T3 T2 會等於什麼 就是T3 就是29 就over 17 喂 大哥 這個 這個 是17 over5 這個 是29 over17 怎麼會有個common Razor 兩顆都不同 都不要說 所以 你會更多 T5 T4 over T3 由於 頭兩顆的 Raisor 都不一樣 所以 其實你都可以回別人 由於 這兩顆 的Raisor 分別就是17 over5 和29 over17 所以 你回回別人 根本上就是 T2 over T1 不會等於 T3 over T2 即是 換言之發生什麼事 先回答人 換言之 那個Sequence 究竟是否GS 當然不是 It's not A Geometric Sequence 整件事就完成了 即是第三個都拜拜 所以正確答案 應該就是 看看 就是 1 錯 2 3 都錯 正確答案就是 2 2 OK B 搞定 好了 Check check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放回詳細答案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